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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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给你办好了住院手续 你不好好在里面待着 跑出来干什么呀 我已经没事了 请您放心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你不是答应陪我看电影了吗 我今天真的有事啊 我今天真的有事改天吧 你先回去吧 为什么你一从新加坡回来 对我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你可以一整天陪我 现在呢完全就在敷衍我嘛 聪明的女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的 阳风 那个你先回去吧 改天我联系你 快快快坐下坐下 冯元 拿下杯子来 刚才那个怎么回事啊 别管他了 咱们喝一杯 好 那我就借花献福 不好意思啊 让你最近约了我那么多次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我最近正好也是出差公干几天的 我最近最烦这种人纠缠了 来 你说的是刚才那个美女吗 不错呀 什么不错 现在还是进行时 马上就变成过去时 你呀 女友换的还是弄不勤 好了 不说到了 我前几天把资料已经给我妈妈看了 对你可是非常满意 等不久的将来 我们集团的生意交到我的手上 你可一定要过来助我一臂之力 你是认真的 我一直以为你在开玩笑呢 我对她那是三心二意 对你可是一心一意的 干了这杯酒 爸 我现在很矛盾 一方面 我确实想靠自己的能力打拼 但另一方面 我一旦进入了雅秀集团 那岂不 就成了月华的对手了 冯冯啊 你陆叔叔 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人 他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那个好朋友 陆家浩的身上 可是以我的了解 陆家浩 脚步落地 好高无远 这些年也没干成一件事 所以 以我的感觉 你跟着家浩干 结果可能不会太好 爸 你的意思是 赞成我去雅秀集团工作 其实你不了解你爸爸在月华的处境 难道你在月华做得不开心吗 老爸在月华干了二十多年 但是月华集团人际关系太复杂了 所以 我觉得 如果你有好的选择 你就按你的选择走 我不希望别人在后边指着我 或者指着你 那你以着我的关系怎么怎么着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知道了爸 创伤后应急障碍 是指个体目睹经历 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 涉及到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 或受到死亡威胁 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 或肢体完整性 受到严重威胁所导致的 个体延迟出现或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想要治疗的话 得通过患者信任的人 或者是他依赖的物品 循序渐进地 找到他真正恐惧的原因 到底我该怎么去帮他 才可以逃离这个阴影呢 好 冯总 聪儿 你还在病假中 我是不是吵你了 没有 我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啊 如果有的话 我可以马上下架回公司上班 不用不用了 没什么事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你不用那么紧张的 我有时候就是这样 来 坐会儿 你们年轻人工作呀 就要学会放松 人才活到没那么累 好啊 我知道了 不过其实你也应该放松放松 我 我哪有那福气啊 谁说你没福气啊 你福气大着呢 只要你想 其实很多事情 都不需要你亲自出马的 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 谢谢 不客气 嗯 那个 在医院的那个男的是你男朋友吗 不是的 我们就是碰巧遇上他 可是我看你们好像在争执 对 就是一点小的事情 其实我跟他不熟的 那就好 那个 其实我 其实我不想干涉 你们年轻人的私生活的 可是现在社会这么乱 坏人这么多 我担心你受骗上当 我知道了 谢谢你你担心 这有什么好些的 你是我的助手 我当然要关心你啊 这是应该的 小冬 哥 小冬啊 我昨天用了一整晚的时间 看了白教授那个光盘 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去帮你 你昨天不是说你愿意去尝试吗 必须要现在吗 我知道你害怕 其实心里面的那种阴影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大 那么害怕的 一旦你 真的去面对它的时候 说不定 比你想象中好呢 所以 你告诉哥 你到底害怕的是什么 我 小冬 冬 冬 你看他谁啊 谁啊 他是谁 到底看到谁啊 你看他谁 小冬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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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别害怕 不问了不问了 没事 没事 好了 别害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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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服务员 你干吗呀 菜单不是给你了吗 自己点啊 我自己点 我点完自己进去炒好不好 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我要投诉 经理不在 你爱吃不吃 经理不在就叫副经理啊 没空 我忙着呢 没 想什么呢 你又谁啊 你是经理是吧 是 现在都几点了 你们是用这种态度来招待客人的吗 你是酒店的客人吗 那如果我不是酒店的客人 你们就不用招待了 散客不接了是吧 是这样的 十二点呢 有个旅行团要过来 服务员都在做准备工作 他们都坐着在休息 怎么准备啊 门外不是写着营业时间是十一点吗 现在几点了你看 十一点四十五分了 还是这个样子 这样吧 先生 如果你真的想点餐的话 必须在十二点之前接走 十五分钟 你菜还没送到我就要结账买单啊 这什么话呀 行了 我现在要投诉 反正把你们老大给我叫来 先生 在这儿 我就是老大 是你说了算是吧 行啊 我不跟你讲 你信不信我打一通电话 可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口气不行 当然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滚滚滚滚 干吗 你走电话 你走电话 放手 天昊 怎么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又是谁啊 你什么好像不太对 你先别管我是谁 你刚才这样对客人就是不对 严重地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跟我讲规章制度 小队 我告诉你们 在这儿 我就是规章制度 走 什么 算了算了算了 我觉得就不要理他 直接打通电话吵了 他让他以后这一辈子 再也不能回来工作就行了 行 你以为你是谁啊 闹事是吧 把 把这两个人给我轰出去 你敢 干什么 走走走 走 我告诉你啊 以后等着 在我地盘闹事 杨哥 上半天月花的财务报表 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 做到了手指平衡 有一笔巨款 还差了三百多万的空 这些年 你一直跟着我 忠心耿耿 所以我不能看着你出社 我修守王冠 可是我如果帮了你 就意味着 我得跟陆总 我二十多年的搭档 一般真情 不是 哥 我没太懂 那个董事长他 你都有公款的事 陆天明已经发现了 他要报警 怎么可能 不可能了 他怎么能知道呢 兄弟啊 我把你叫来 就是为了你这件事 我倒是有个办法 我怕你接受不了 哥 你有什么好办法你说 我这回都听你的 三十六计 你那意思让我 好路 你听我说啊 你要是不走 你肯定射进去 那我会收到你的牵连 这个总经理位置肯定不保 那你这个黑锅就白背了 可是你如果我走 我不会受影响 这个总经理位置 这没问题 那我至少可以帮你 弄一笔养老的钱 帮你后半身无用 明白我意思吗 什么事 好好好 那我马上下去 兄弟啊 陆天明要报警这个事 我估计他剩不了两天 你得好好想想 好 哥 弟子 那我就听你的 我走 好 那这样 你一会儿把财务报表 直接传给我 然后就立刻离开 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 别人电话不能接 我会联系你 明白吗 我先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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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总经理 刚才就堂呀 在餐厅你闹事 家浩 风风 怎么是你们 去 把今天跟这件事情 所有的相关人士 叫在门口集合 集体给陆先生道歉 简直是岂有此理嘛 我平时跟你们说什么来着 我这辈子 最厌恶的事情 就是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现在好 我最信任的员工 集体跟我玩 杨凤英伟这套把戏 让我说什么呢 酒店是什么 酒店是我们给客人 提供服务的地方 客人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 给你领 等等 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梁总 我 不要叫我梁总 你是我最信任的属下职 我很心疼 梁总 走啊 我也不知道下边的人 能弄出这种事 其实我真的我今天来呢 本来是想学点什么东西的 不过没想到后来来了 就看见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出那么多事 梁叔啊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来找查的 今天是幸运大 碰到我在这儿 要是你爸爸在这儿啊 那脾气就发大了 这些员工啊怎么着也得走一半 闹不好还得牵扯到我 其实我也知道 这管理一家酒店并不简单 人事啊是最复杂的 你说得非常准确 我就跟你爸爸说过 你是一个悟性特别好的人 对了 爸爸怎么样 今天早上 妈陪着他到医院去做体检了 年龄大了 总是会有一些老毛病 自动就早上身了 我跟你爸爸 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哎呀该退休了 像这样的企业 该交给你们年轻人了 不过还有事 那你不见得我就不送了 好 好没事 再见 有点 走吧 走 还好 还好 还好你之前真的是没出现 要不然你见到他们那些嘴脸 你也肯定会气到的 刚刚打架 还好你爸及时来 要不然真的不知道怎么收场了 其实我爸也跟我说了很多 月华内部的事情 尤其是下面的那些关系 特别的复杂 难怪我老爸有时候都会觉得 力不成心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爸 被他们骑成那样 现在都生病了 我真的很后悔 我之前没有答应他 早点来帮他的忙 结果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决定了 我要接手了 我要进行印象大改革 你做我的兄弟 你做我的兄弟 帮我吧 我 想了很久 决定 还是不来月华 你坦白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这两天 考虑了很久 我觉得现在月华的内部关系 非常的复杂 群带关系非常的严重 刚才那几个人 为什么态度会那么嚣张啊 就是因为他们上面肯定有人 如果我这个时候再进月华的话 你的改革推进会更加困难 那你有什么打算呀 有一个老同学 说是让我过去给他帮忙吧 潘高知啊 当然不是啦 虽然我现在 不能跟你并肩奋战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需要我的话 我还是可以回来的 帮你拿 好啊 今天就是有一天啊 那你回来吧 别去了 好啊 那你就别去了 说笑的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懂你了 以后有事我找你就好了 虽然我之前对你的态度不是很好 但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新加坡旅行社那边已经跟我们签约了 真的啊 当然是中文 那太好了 从今天起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谢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不辜负您跟总裁对我的期望 谢总 杨宝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我妈妈的特别助理 林聪儿小姐 那个啊 就是我给你提起的新同事 梁峰 你好 林聪儿 林小姐 幸会 幸会 好啊 请个指甲 那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 那我先回去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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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你先去忙吧 嗯 喂 喂 梁峰 梁峰 这个姑娘我见过 你见过 怎么样 合错吧 哎 哎 我发现你这个眼神哪 不一般 是不是 哎 你别开我玩笑了 哎 咱们谈什么事啊 我妈妈本来是要见你 但是她最近太忙了 实在是没有时间 要不这样好了 我现在带你去看一下你的办公室 嗯 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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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林小姐 梁峰 啊 过来过来过来 梁峰啊 我给你准备了办公室 走吧 跟我去看看 好 来 我给你去 这 梁峰 梁峰 啊 进来啊 怎么样 这个临时办公室还不错吧 嗯 我跟你说啊 等我妈回来啊 好好给你安排个职务 不过俊杰 有件事情 我想提前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我知道 你们集团现在也对小雨村的那块地感兴趣 现在应该是在筹划着渔民搬迁的问题了吧 兄弟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啊 是有什么想法吗 嗯 是这样 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啊 我爸现在是月华集团的总经理 所以呢 我不想参与到两家酒店关于这个项目的竞争 其他任何职位我都可以考虑 只有这件事 我不想参与 没问题 放心吧啊 所有的事情啊 我都可以搞定 过来过来过来 梁峰 你的女生要下班了 赶快行动啊 对不起 林小姐 怎么是你 你也在买东西啊 对啊 你也是啊 好巧啊 没想到这个地方离酒店这么近 我来酒店工作这么久 第一次发现 原来 这儿还有条艺术街啊 对了 林小姐 这家画廊 这家画廊 听说画非常特别 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可说不懂画啊 不懂也可以看啊 就当是陪我了 那好吧 走 那好吧 走 小的时候啊 我曾经梦想过 要跟我画起来 后来长大之后 发现这现实的梦想之间 还是有那么点距离的 所以我就干脆把画画 当成兴趣啊 当成兴趣还好 那也很好啊 至少可以偶尔让梦想 照进现实一下 你说了嘴 嗯 我觉得画画呢 让我发现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 我一双发现美的眼镜 所以我看见 让我风景那些眼花 发现美的人 也喜欢把它画下 林小姐 你需不需要帮你画一幅人像啊 这样的话你没事的时候 就可以经常欣赏自己的美啊 我又不美 不用了 你别谦虚啦 我 哎呀 你以后再说吧 对了 我想问问你 那到底是谁教的你画画啊 从我董事那天开始 我妈就要教我画画了 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你妈妈 那你好幸福啊 她现在还在画吗 啊 我妈 她在我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哎呀 对不起啊 我 哎呀 没关系 她至少教会我画画嘛 所以我每次在画画的时候 就总能想起她 对了 你来亚绣集团工作有多久了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这工作了 那你一直都住在这里吗 对啊 这是亚绣集团提供的员工宿舍 离酒店很近 而且不用坐车 这样省去了好多时间 听你这么介绍 都很想申请搬来这里住了 妈 不会吧 一个人在这儿很闷的 回家陪在家人身边多好呀 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 一直都是一个人 早就习惯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呀 你回国了 而且回到家里面跟家人在一起 该有多温馨呀 在家里也不是什么都好啦 被父母管着多不自由啊 有家人管 有父母管 该有多好 我到了 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 我先上楼了 对 明天公司见 明天见 嗯 再见 小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怎么了 你还是害怕吗 来 没事 相信我 我们出去吧 嗯 小冬 来 哥 青山 来 来吧 上车 慢点 小心 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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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喜欢吗 嗨 嗨 你喜欢吗 嗨 大家看看 聪儿姐姐姐又给你们带了什么礼物了 嗯 好 来来来 看一看 那写字的本哦 还有光画可以用啊 来 自己拿 你们不兴奋吗 不高兴啊 不高兴啊 哪 最喜欢什么 整天都发展 你不喜欢礼物啊 你不喜欢礼物可以不要 好 耶 来 你的啊 宝贝 要搭起来就行吗 天哪啊 我看看我怎么搭啊 要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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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看到吗 怎么搭啊 怎么搭啊 我们说就要搭签了 是啊 开发商要到这儿来盖酒店 今天山下的小鱼村啊 也要搭喽 没想到连孤儿院都波及了 政府把这一片都已经规划了 所以我们孤儿院呢 也只能搬了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那 那孩子们怎么搬啊 你们要搬去哪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政府已经跟开发商新生好了 会给我们一笔拆迁款 到时候我们会搬到另一个城市去 那儿有我们的分布 我们会合并到一起 孩子们呢 只是换了一个新的环境 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的 阿姨啊 你们要是搬到其他城市去的话 那我见你们岂不是更困难了 孩子啊 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现在有了份不错的工作 又有心回馈这儿 其实啊 能看到你健康平安啊 我就放心了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都想问你 就是 我特别想知道 那个一直帮助我 赞助我的人到底是谁 你能告诉我呢 对方啊 是个慈善家 为善 不想张扬 当年就交代我 不能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了 你现在主要呢 就是要好好地生活 努力地工作 把你的这份爱线 继续传播出去 我相信 这位慈善家 就是希望能看到你这样 大海 我好久没有看到大海了 好久没有 我说今天 会带给你一个惊喜 开心吗 开心 好开心啊 那想不想 更开心一点呢 更开心 天大哥 你带风筝来了 你看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 我们一起放过风筝 当然记得 那个时候好开心啊 好吧 今天一起再放起来 好 来 好高啊 好 好 那边 我不想去哪里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对了 我有一件事情要办 你帮我看好它 不许堪丢哦 好 没问题 别偷了 好高啊 喂 太太 晚一点我去接你们 我们在海边呢 小童玩得特别开心 真好玩啊 你也想玩吗 嗯 姐姐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来 过来 我们一起玩 拿着 来着这个啊 你看 飞得这么高 往前走啊 哇 小童 目前除了我们月花集团之外 再就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雅秀酒店 政府开出的条件是 哪家 能够让渔村的渔民顺利搬迁 那么这块地的开发权 就交给哪家 先生 有事吗 我看你们这里也没什么人气 什么时候营业啊 你是外地来的吧 每天大概有多少人啊 为什么外面一个人影子都看不见 我们这个渔村哪 过去很热闹 现在哪 那些人都上城里去了 打工去了 你 你是谁啊 有什么贵干啊 干嘛不用问了 反正我是送钱来的 啊 啊 送钱的 姐姐 嗯 很晚了 我要回去找爷爷了 哎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强 姐姐你呢 你叫我家童姐姐就行了 嗯 家童姐再见 再见 对方啊 是个慈善家 为善 不想张阳 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了 我怕得挺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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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没事吧 来 我帮你看看 别急啊 我帮你看一下 我不是让你看好她的吗 这怎么会这样 不是我接到太太的电话 太太说董事长身体检查完了 让我去接她们 然后我一回头她就没了 我不管 反正天黑之前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你到那边去 赶紧 小彤 走 你记得啊 我家以后呢 你一定要兵服我 不然她会肿得很厉害的 谢谢你啊 怎么会跟林聪儿在一起啊 你 明天见 我好想 你听说 我看你了 一些ancøk 我看你这样 你听说 你穿过蜜蜜蜜 太过勇气 曲折的不知我和你 城市里人匆忙看不清 冰冷的房间里很安静 谁晓得没有表情 有人吵着不离分 有人忘了她的婚 思念总让人暗自伤身 零点零几分 窗台上有谁的梦 微风车不敢触碰 终于我看见 哭着思念 有人 有人 绑着她的梦 有人 吻着她的吻 思念总让你 爱恨反过 零点零几分 结局总会很感人 她会出现在凌晨 终于我看见 笑着思念 的人 感谢观看 你看看 还有玩具